李云飞,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 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完路 俗话说,人到中年是百事哀 中年是临近暮年之时 更是凡事不断,劳心不已 中年危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那当下,不知道有多少中年人还在为养家糊口奔波着 那么,人到中年奋斗了几十年 为什么生活还如此艰辛呢 这不是个例,而是大众现象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人到中年走了很多的弯路 不知不觉中,已是人到中年 木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路都白走了 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也都复之东流了 那原来,中年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走弯路 此时才明白,四十岁之前 我们顶多算是聪明的活着 四十岁过后,我们才算是有智慧的活着 人到中年,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一无所获 工作不稳定,生活不稳定 心态更不稳定 充其量只能算是钱没有赚到 经验却学到了不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和我们的家庭出身不无关系 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穷人家的孩子出身 那打小,我们的父母只教会我们做人要老实 要本分,要谦虚,要勤劳 但是光有这些有用吗? 社会的人性险恶,市场的瞬息万变 我们一直都是在为父母的真真教导 从而让自己再一次次的受伤害 父母的教导本没有错 错就错在,穷人家的认知永远都跟不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那结果,我们靠自己的勤劳和本分赚到了一点小钱 但是又会给自己的无知,贸然和积极 亏的是一塌糊涂 人到中年,经过市场无奇的洗礼 此时我们好像是身在迷宫当中 像婴儿一样的无助 养家糊口变得是如此的艰难 究竟原因就是,中年之前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无知而买单 没有财富积累,中年之际人生好像才刚刚开始 第二,人到中年面临着三座大山 人到中年,我们终于理清了思绪 看透了人性,看清了自我 但是也不得不面对中年所带来的三座大山 那就是家庭的维持,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赡养 忽然发现,原来自己身上的担子会这么重 任重而道远 那俗话说,夫妻本是童年鸟 大难淋头个子飞 人性现实,我们不能怪任何人 因为没有任何人会和我们一起过不见天日的日子 要怪只能怪自己 没有把握好曾经的机会 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涂伤悲 此时我们是一事无成 家庭难免就会支离破碎 那其次,自己没有混好 总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七老线上 那于是,孩子的这个兴趣班 那个早教班,更会让自己是捉襟见肘 看着孩子懂事,又爱学习的份上 自己打掉牙齿,还要在孩子的面前是强装言欢 轻松的说道 没事,孩子 只要你肯努力,父母做牛做马都愿意为你付出 再者,人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淡 但是有一种情况会比这个更加的伤透人心 那就是,亲还在,儿子无力 看着自己的父母一天天的老去 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他们能够健康长寿 除此之外,我们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这也许又是压倒我们最后的一根稻草 因为除了在金钱上的压力以外 还有的就是在内心的一种彷徨,无助和自责 那人到中年,为何养家糊口会如此艰难 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养活自己而已 身上这三座大山更是压得我们是喘不过气来 第三,人到中年,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说人到中年还没有到干不动的那一天 我们的脑中还有梦想,我们的心中还有激情 正所谓烈士暮年是壮心不已 但是此时,我们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赖 因为我们把最好的奋斗连华都葬送给了自己的无知 那此时,身体也在警告我们不能再拼搏了 看着一个个早逝的奋斗者,我们胆怯了 我们退缩了 因为我们不怕倒下 而是我们怕自己倒下以后 身上的这些天责,谁来帮助我们承担 那此时呢,我们变得是谨小慎微,畏手畏脚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那希望他们日后不要再像自己这样活得这么悲催 那更在心中默默的祈祷父母的健康长寿 因为他们的健康此时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没有财富积累,又要面临着身上的三座大山 前怕狼后怕虎更是不敢忘我的拼搏 以上这三点让中年人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 那如果此时你没有以上这三种困境 那么恭喜你 你比全国99%的人都过得幸福和快乐 你敢说说你现在的生活现状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